晚上我们就可以一起过节 回家啦 我第一次见这样横着切小番茄的 出门啦 我有多久没有喝奶茶了 就是新年的第一个trip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12月24号 今天就是平安夜了 今天其实计划非常的满 因为今天晚上就是要过圣诞节吃饭 有一些要做的东西 然后我其实还给爸爸和迪伦买了礼物 中午和下午吧 我要看他给我发邮件什么时候ready 我要去pick up 下午大概两点过迪伦回家 其实他圣诞节是上班的 但是呢很巧的是他今天就是休息的地方 就在洛杉矶这边 一般他们就是在当地休息会住酒店嘛 但是呢因为今天特殊情况 所以呢下午他下班了我要去接他 他今天大概两点过就结束了 我就可以接他回来 晚上我们就可以一起过节 然后明天早上再送他去上班这样 本来我今天想的是买两个蛋糕的 但是呢我还是没忍住 我想要自己做那个nouche janelle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的 反正就是之前也做过那个树干一样的一个蛋糕卷 反正就是圣诞节吃的 迪伦今天呢要考一个类似战斧牛排吧 前期的准备工作呢我把它做好 因为下午回来呢他就要考 本来今天接话就是好好的 结果昨天晚上开啊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睡 他就是可能时不时的会来这么一次 好巧不巧就是昨天晚上 他就是两点过起床了 然后他大概可能五点过吧才睡 然后睡了可能早六七点又醒 我又哄了他一次 反正就是晚上我基本上没有睡 本来小说今天早点起来的 但是我真的怕我撑不住 所以刚才睡到九点钟 现在起床了 刚刚灌了一杯咖啡下去 现在我准备要先去做蛋糕 先把那个蛋糕烤上 然后我再去可能化妆收拾一下 现在OK 好的我要起来了 点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稍稍化了一点点妆还没化完 但是呢我要先把迪伦今天晚上要做的这个肉给它码上盐味 好大一块战斧 咖啡 打仗一样的一天 蛋糕做完了 也不是还没有完成 前面两步做完了 放在冰箱里面冻 待会儿回来 就只需要再做一个 它外壳的那个Botter Cream 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去接迪伦啦 接到它之后呢 我们再一起去 取我给爸爸订的一个礼物 也有今天的pick up 嗨 嗨 回家啦 开心今天好早 今天给大家过夜太爽了 我们再给爸爸邻居礼物 收到邻居送的礼物 刚才回来 他们放在门口的 应该是一盒巧克力 一般这个是那天 我们另外一个邻居送的 应该是他自己咽的泡菜 好棒 然后这个是朋友给我寄的一个 Botter Scotch Cake 今天晚上也可以吃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现在也要去准备一下 我给他们的礼物了 其实就是给他们写个卡片 然后我们也去送一送吧 妈妈要给邻居写卡片 不行 那你不能在这乱画呢 你乱画了妈妈怎么给人家呢 宝贝 还要换衣服去啦 换衣服来 不行了 我们快看 对 快去 我这个已经搭好了 这个cream 因为现在超级爽 这个洞的我要把它打开了 哇塞 还行 来了 你不知道你手机在哪 好我来 你放在那就行 炭糕煎 好 炭糕煎 干的雏形就出来了 我准备就是装饰一点这个 Rosemary吧 做了一天的蛋糕 终于算是大功告成了 你看我的蛋糕 今天完成的 哇 哇好好看 可以啊 等一會再再吃哦 我刚让迪伦帮我切了小番茄 我第一次见这样横着切小番茄的 家人们 有人横着切吗 这看起来太好吃了吧 一会儿拿一小块脆脆的酥酥的 然后呢再配一口小红酒起飞 我愿意,我愿意开个甜点和咖啡铺 对,好,面包进去了 好险这个蜗牛还挺好吃的 我是在那个wild fork 好像是烤箱425度,然后10分钟就好了 显得很大厨的样子,巨简单 我尝一尝啊 肯定好吃 怎么样,好好吃 拌一下,然后再撑出来 你可能戴手套吧,给它抓一抓 我来切一下吧 哇,干杯 它已经先吃上了,然后我们还在等一等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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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们也来fancy唱吧 对 过节吗 对啊 我尝一口 先给爸爸 好 谢谢 好,妈妈也给你做一个好不好 味道不好 妈妈给你做一个,好吃 好吃 没吃出来 我也没吃过即使鱼子酱 但是我觉得这个博生满足的感觉呢 我要吃牛肉了 而且这面包比那个鱼子酱好不多 不熟,哇塞 跟那个差不多的样子 快来开礼物了,开呀 太礼物了 你看你好多礼物 真的在这 那好玩 耶 哎呦,有有有有 耶 嗯 ok king of the grill 还真的挺臭 圣诞节就算过完了 明天其实才是正 今天只是平安夜 我想到你要收那个灯我脑袋都大 不我还告诉你还有很多那个充气的东西 要收 明天又想想点 拜拜 又回来这里 拜拜 好 早安 昨天是Christmas day 然后昨天就是把迪伦送走了 然后基本上一天就没干什么 就陪娃之类的就休息了一下 因为前一天真是太累了 就做饭做了一天 然后昨天起来腰酸背痛 我想说昨天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确实到处放假 然后没有地方开门 所以昨天就在家休息 昨天还开始看一本书 还蛮好看的 叫Housemate 现在呢我出来寄包裹了 等一下呢我要去换一下就是送给迪伦的圣诞礼物 那个衣服可能要给他换一个尺寸 所以呢我待会要再去一下那个户外用品店 出门啦 嗯 我见唇膏涂的那个Walker 就是NARS Walker很喜欢那个颜色 然后突然发现他们换包装了 所以我就买了他新的包装呢 嗯 还是很喜欢 我回来了 刚刚买了他们家的这个English muffin 这小面包超好吃 因为我还没有吃午饭 所以我买了一个Spicy Turkey Avocado Sandwich 哇 我好饿 它里面还有那个Pickle 它面包真的很好吃 刚才Caya回来送给我的花给妈咪 她跟姥姥出去在小区里面散步 这小花还挺可爱的 这小花还挺可爱的 什么呢 Taro Pudding Something 哦 看一下 哦你在那去充了电吗 Taro Milk Tea 你吃饭吗 迪罗回家了 我有多久没有喝奶茶了 还有布丁 我喜欢布丁 这个就像在吃一个Dessert 哦我的天啊 那你来吃饭吗 好好 我好久没喝奶茶 那个Savage 开心 大号是不是 哦 要好一点 舒服一些 就是 你里面也可以再大一点东西 对 那深蓝色 其实看不太出来 深蓝黑的 好看 我现在可以进加拿大了 拜拜 嗨 哟 谁在开门 她看到我停车 她说爸爸 爸爸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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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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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然后我们现在出来 买个蛋糕 晚上订了一个那个晚餐 哇 一个沙滩的感觉 这两天有一点点不舒服 感觉我要生病了 还是就这几个 呜 这感觉又舒服 你还有什么 那今天就好了 那今天就好了 哇 蜂蜜 结果买了个别人刚做好的 因为跟我选的差不多了 跟你选的差不多了 很好 很好 Go Go 准备出门啦 去吃饭啦 看你的小馄饨 就是凉皮 开动吧 哈喽 哈喽大家 两三天没有录视频了 那天晚上跟妈妈吃了饭 之后第二天 我可能就是被迪伦传染了 有一点点感冒咳嗽吧 这两天呢就是在休息 可能也是吃那个药的关系 就是让人很困 晚上呢睡得很好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 还会睡一个小觉 就感觉把最近缺的叫都补回来了 那种 我人呢感觉还好 就是可能有点咳嗽 今天呢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今天也是12月31号 2023年的最后一天 我刚刚还在手机上看到大家都在发 就是这一年的回顾 感觉大家这一年都过得还蛮精彩的 今年呢也做了很多事情 也从娃半岁到现在一岁半了 有了娃之后的时间 真的就是会快很多 不管2023年过得怎么样 马上就是新的一年了 我的新的愿望呢还是很简单 除了希望可以发掘一些新的地方可以去 然后呢就是希望自己 还有家人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 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了 对 今天早上外面还有一堆堆下雨 现在好像好一点了 今天下午呢第一轮应该就下班回家 然后明天呢就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trip 明天定了要去Vegas 本来我是想说可能快靠近新年的时候 就春节的时候去的 但是靠近春节的时候酒店好贵 我之前看的时候 而且呢就是好多酒店都已经订不到了 然后看了一下呢就发现 好像新年的这头几天还蛮便宜的 所以呢我就订了去Vegas 对就是新年的第一个trip 其实我们大家都去过了 然后这次去呢可能带着小朋友 可能就很想去看看那个新出的那个球 那可爱的球 然后可能就是去吃吃喝喝吧 而且我看Vegas好像还挺冷的 就比我们这里还要冷 所以应该还要带很厚的外套 等一下呢我就要稍微收拾一下行李 然后明天呢因为我们自己开车过去嘛 就也不着急慢慢的过去 我们过去大概要四个半五个小时 yes 每个妈妈的包里面可能都有很多这种小袋吧 所以它有不同大小的 像大的呀这个可以装它餐盘什么的 就一套有很多个 还不错我是在亚马逊买的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我们出门反正一定会给它带一包 就是各种小零食小饼干啊 先给它收拾一下 那要给它带的餐具 我其实有买一个这种的餐店的 但是我觉得呢 出去的这种一次性的餐店 这种还蛮方便的 我们就可以教它认上面的动物 在餐前呢也可以打发一点时间 然后有一把这种剪食物的小剪刀 基本上很多餐厅都会提供餐具 所以有的时候呢餐具我们也不太需要带 但是just in case 我有出来说给它带一种硅胶的小碗 这样比较好拿一点 还有它的餐具 它基本上都还是用手的 用这个 还有菜 哇 这个是什么鱼啊 豆豉鱼吗 你在干嘛 你怎么 碰到头头了吗 准备吃饭啦 祝大家新年快乐 爸爸要晚一点 所以我们就先吃吧 行李收的差不多了 这边小朋友都收完了 就把它衣服一套一套的也搭配好 它这个就是我的 然后到时候明天早上 你明早在收吗 他最不愿意收拾行李了 然后每次就是带那么两三件 不管去多久 不管去多久 都是三件衣服 两条裤子 这周的Vlog就这样 今天晚上跨年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跨年活动 就在睡猛中走进2024 OK 那我们下个Vlog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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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